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才与何处飞 愿成风永醉随 有起愿难相聚 思念无悔 我愿起身四海 一只心可问天 诗相守长千倦 我愿起身 随也随也念 你终于还是来了 你妈不是不舍得让你来吗 她不是哭哭啼啼的 送我上飞机还哭呢 其实香港到此地才一个多钟头 是啊 你爸爸好吧 我爸爸问候您和杨伯母 叫我不要太打扰你们 你住的地方我家里都准备好了 老伯 我爸爸是叫我住在学校宿舍里 这什么话 你爸爸没告诉你我跟他什么关系 几十年的交情了 你到台北来当然得要住在我家里 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 也别拘束 老伯 我是觉得太打扰您了 以后我不准这样说话 我跟你爸爸还我太太 在大学里读书就在一起 他就是孟正华的儿子孟云楼 我太太 杨伯母 杨伯母 坐 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长得比父亲漂亮 也长得比你父亲高大多了 来坐下 你不要老盯着他看 看他云楼怪不好意思 你母亲有没有告诉过你 在他怀你的时候 他也把你认给我做干儿子 你一见面就管人家叫干儿子 把他叫糊涂了 他怎么会知道那些事 我妈没跟我提起过 伯母 您看起来要比我妈年轻 真的 你这孩子他真会说话 很多年没有看见你母亲了 她好吗 你住在我们这儿 她一定放心的 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房间 好 好 孟先生 太太请你去吃饭 好 我就来 来 我介绍一下 伯母 您不介绍 我也猜到了 她是韩妮 她把我当作韩妮了 就算我是韩妮好了 你是谁 我叫孟云楼 她是我的外室女儿 周翠薇 她把我当作韩妮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太冒失了 没关系 下次认错可不行的 我爸爸叫我带来的礼物 这是给韩妮的 这是给您的 谢谢你 看看送给韩妮什么礼物 这是送给老伯的 你爸爸就是这样多礼 哈哈哈哈 好漂亮 这位 转送给你吧 姨妈 这是送给韩妮的 你想她用得着吗 雲老 我们吃饭了 老伯 韩妮不在家 在家 她在楼上 她不下里一块吃饭 韩妮的身体不太舒服 她都是在房间里吃 别客气 我做了几个菜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好 谢谢伯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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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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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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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下来 我白天睡了一天 你呢 想不想去睡 我也睡不着 我喜欢跟你说话 你长得好高大 男人天生是高大的 你应该都晒是太阳 脸色就不会苍白了 我很难看吗 不 你很美 我从来没有看过比你更美的女孩子 你说谎 我发誓是 你每天夜里都下来弹琴 你喜欢听我弹琴吗 非常喜欢 那我每天晚上下来弹给你听 可是 可是不能让我妈知道 我不告诉她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韩妮只是一个影子 这是我姨父说的 影子 你觉得很奇怪吧 因为你刚来 所以你不知道 那你说给我听听 她从小就生病 以前还有家庭教师 来家里教她读书 弹弹琴 后来她身体实在支持不住 也就算了 她一定看过医生 医生又怎么说 医生说 她不能上学 不能看电影 也不能旅行 这样不能亮 也不能 如果我是她 我竟然死掉 韩妮自己知不知道 她大概还蒙在鼓里 她整天关在家里 所以姨妈叫我来陪她 她常常整天不说一句话 哀声叹气的 就只是弹钢琴 我总不能天天听她弹琴 你怎么不说话 在想什么 我在想 你跟她有什么不同 跟谁 韩妮 姨妈叫我陪你出来逛台北市 你一路上就是韩妮韩妮的 对不起 我不再提韩妮了 姨妈 姨妈 我们回来了 累死我了 韩妮 你怎么下楼来了 姨妈呢 她在厨房 饿死我了 陪人楼逛了大半个台北市 连饭都没钱 我吃一顿 小气鬼 你们到哪儿去玩了 我好羡慕你们 你不必羡慕别人 只要你愿意 明天我陪你出去 随便你到哪儿 我不能到人多的地方 上次 我到街上 车子好多 人太吵 我在街上晕倒了 在医院里 躺了一个多星期 那我们不出去了 以后我每天在家陪你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你今天晚上来听我弹琴 当然 韩妮 妈 刚才云楼答应我 以后天天在家陪我 哦 姨妈 他们好像已经很熟了 以后有云楼陪她 明天我可以回家住了 伯母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 我想跟你谈谈韩妮 她有病你看得出来吗 我知道 是不是很严重 非常严重 我做母亲的 不会故意的夸张孩子的病情 韩妮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可能 她是先天性的心脏血管奇形 医药对她几乎不发生作用 在五年前 人就说她随时会死亡 可是五年过去了 她还留在我的身边 假如能再延长五年 十年 我们在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 你没有看的报纸上 现在已经有换新的人了 我们比你更注意这一类的新闻 换新人成功的比率太低了 如果这种手术能绝对成功的话 我愿意把我的心脏换给韩妮 伯母 云龙 我要请你帮忙 您说好了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我们要让她避免一切感情上的困扰 换句话说 希望你跟她疏远一点 您担心的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我跟她认识才几天 请你原谅我 我不能不防范于魏人 韩妮尽不起一点刺激 她不能伤心 也不能兴奋 所以 我们家里没有电视 也不看电影 就是避免那些伤感的剧情会刺激她 云龙 我希望你能谅解 我懂得您的意思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再说一句 欢迎你住到我们家里 不要下去 就她没有听见 云龙 云龙 答应我 不要跟韩妮单独见面 伯母 您不觉得韩妮太孤独 友谊对的或者有遗处 友谊是可能的 爱情就不然 谁敢保证 你们的友谊不会转变成爱情 伯母 我向您保证 我绝不会伤害到韩妮 她是那么美好的女孩子 如果她是个健康的 正常的孩子 云龙 我全心全意的希望你们在一起 但是目前爱情对她是个空想 是个没有结果的悲剧 你听我的话不会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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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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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